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二章存货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内容框架 作为存货这一章一共包括了两节内容 第一节呢讲的是存货的确认和初始伎俩 这是两件事 那么第二节讲的是存货的期末伎俩 应该说作为存货内容 通常包括了初始取得中间的发出到最后的期末 这样三个内容 在我们中级会计实务里呢 这就是两节内容 如果从考试角度来看 当然容易考的是第二节存货的期末计量 但是在第一节里边 对于存货的确认呢和初始计量呢 这个地方也是经常容易出现考题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本章的考勤分析 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 存货这一章通常呢还是以客观题为主 也就是单选多选和判断 那么总的来看呢 这一章仍然是难度不是很大 所占分值不是很多 考试时呢集中考核的点 在于这个存货初始入账价值的确定 初始取得时存货初始成本的这个确定 啊这个问题 还有存货的期末计量 也就是说正好考的是存货的两头 初始取得时 试存货我们按多少钱入账的问题 这是取得成本 那么以及后续计量存货的期末计价问题 这是两头需要把握 那么本章 虽然我们说从单独从这一章出题呢 难度不是很大 所占分值不是很多 但是这一章啊 它是一个基础性的章节 它可以和后续的其他一些内容结合 并且是出现在主观题中 比如说它可以和所得税问题结合 它可以和债务重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呢这个合并财务报表等一系列内容 结合在一起出主观题的 我们来看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当然大家一看这个名称啊 就知道这里边实际上讲的是两件事 一是确认 二是计量 确认的问题呢 回答是是不是存货的问题 而计量的问题是 是存货了应该按多少钱入账的问题 当然这两个问题考试呢 主要还是考这个计量问题 但是我们说确认它是基础 是前提 我们仍然需要呢 对于存货的确认要做到把握 我们来看知识点 存货的概念和确认条件 什么是存货呢 存货是指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 持有已被出售的产生品或商品 或者呢 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再产品 或在生产过程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 耗用的材料物料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存货 这是存货的定义 我们从存货的定义里边进行挖掘 可以说呢 我们会挖掘出两个字 那就是出售 别管是已被出售 还是将来耗用了之后生产成产品再出售 总之存货的本质特征 大家必须知道 就两个字 出售 当一项资产 符合了存货定义 或者说是用于了出售 但是是不是就一定在账上 把它作为存货确认出来呢 那未必 因为我们说一项资产做不做存货来确认 除了它符合存货的定义之外 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当然这两个条件呢 也是我们众多的其他资产所共有的确认条件 第一条 就是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条 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如果既符合定义 又满足确认条件了 我们呢 才把它作为存货 在账上确认出来 上述这些呢 纯属理论 当然我们作为考试啊 一般不直接考这样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在考题中如果出现的话 它怎么考你呢 比如说 它会问你 下列各项 属于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内容的有谁 让你来判断一下 这些内容该不该作为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 其实这本身就是对存货的定义 最存货的确认条件的一个考核 为了掌握这个问题 我呢 从三个角度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首先 我们说一项资产 它是不是存货 不看这项资产的外在形态是什么 关键看 企业持有它的目的是什么 简单的说 不看形态 看目的 怎么理解呢 你比如说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 我一说汽车 大家做会计工作 相信你啊 一定马上就对号入座的想起一个会计科目来 那么汽车对应了什么呢 一般人都会想到这是固定资产 没错 都会这样想 但是我又说了 我这里说的这个汽车呀 它不是企业自己用来做交通工具的汽车 我说的是汽车制造厂 刚刚生产下线的 停在停车坪上准备出售的一排排的新车 这些新车对于人家汽车制造厂来讲 是固定资产吗 哎 当然不是 是什么呢 是存货 这是人家的库存商品 我再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是楼房 我一说楼房 大家一定会想到 通常我们对楼房的核算 那就是企业的固定资产 但是如果我说 我这里说的楼房啊 它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刚刚开发成的商品房的小区 代售的商品房 那么对于人家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讲 是固定资产吗 当然不是 是什么呢 这同样是存货 我再举例子 你比如说我一说土地使用权 我们后续呢 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章节 叫无形资产 可以说呀 这个土地使用权呢 它是 无形资产中的一大项 我一说土地使用权 你一定会想到无形资产 但是今天我又说了 我这里说的土地使用权是什么呢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并且这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的这个土地使用权 是用来开发建造商品房的 大家想一想 商品房是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用来建商品房这个土地就跟我们生产产品的材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这个土地使用权作为人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就不是无形资产 是什么 存货 当然了 如果同样是土地使用权 我也不用来建房 我也不用来建商品房 而是把它对外出租 或者是持有准备增值 那它就成了什么了 那它就成了投资性房地产了 我们后续也有相关的章节内容 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的用来建造楼房或者车间的一些工程物资 从外在的形态来看 它给我们企业拥有的用于生产的原材料 有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 并且我们判断它也是将来用来耗用的材料和物料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记住 工程物资它不是存货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它从形态上相存货 虽然它也是用来消耗的材料物料 但是它消耗的地方跟存货不一样 存货的消耗啊 是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好用的 或者这叫什么呢 这叫在经营活动中好用的 你那工程物资虽然也好用 你在哪好用的呢 你是在建造工程过程中 严格意义上讲 那是在投资活动中好用的 所以你就不应该叫存货 总之呢 通过上述我挤这些例子 大家一定已经意识到了 说我们判断一项资产 它是不是存货 你先别看它的外在形态是什么 你别管它是什么 你得先问一问 企业持有这项资产 目的何在 假如是为了出售它 那它就是存货 假如不是用于出售的 比如说自用的呀 出租的呀 那么它可能就不是存货 这是第一个角度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说的是啊 我们不看这个 这项资产的存放地点在哪里 关键看企业是否拥有 这项资产的所有权 哎 这也是我们判断 是不是企业自身存货的一个角度 我来给大家举例子 你比如说再图物资 再图物资指的是企业外购的货物 已经取得了所有权 但是尚未运输到企业 还在图中 这个啊 尽管没有放在企业的库房 但是所有权已归企业 尽管尚在运输途中 但它已是企业的存货 来看 发出商品 有的时候呢 企业把商品销售出去了 但是不符合销售收入的确认条件 所以既不能确认收入 也不能计算成本 而我们发出的商品 记在哪里呢 就记在这个发出商品的账户之下 所以这就是发出商品 那么从它的本质来看 虽然这个商品已经由对方拉走了 甚至已经放在了对方的库房 或者是对方已经开始耗用 但是呢 由于所有权没有转移 由于不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 我们这边没有节转成本 仍然作为自有的存货来看待 所以说发出商品 仍然属于企业自身的一项存货 我们再来看 委托加工物资 说什么是委托加工物资呢 非常简单 把你的材料发给对方 有对方在你材料的基础上 通过提供后续的加工劳务 再发生相关的费用 最后呢 为你生产出产品 这是委托加工业务 那么你为了这个委托加工业务 而发给对方的这个材料 我们说这是委托加工物资 虽然呢 这些材料 已经放在了对方的库房 但是从所有权上来看呢 这仍然是你的 因此我们说 还是你的存货 还是你的存货 那么同理 委托代销商品呢 我们说代销商品 从委托方角度来讲 这叫委托代销商品 从受托方角度来说 那叫受托代销商品 同理 既然委托加工物资 由于所有权没有转移 这是你的存货 那么委托代销商品 那更是你的存货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呢 你想 这个商品是由对方来代销的 比如说收取手艺费的代销 虽然今天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家生产型企业 比如说工业企业吧 你生产出的产品 虽然今天已经放在了一家商场 或者是超市的库房也好 柜台也好 货架上也好 总之你虽然放在对方了 但是在对方没有出售出去之前 没有给你提供代销清单的情况下 那么你并不能截转你的成本 仍然在你的账上应该体现成你的存货 所以我们说 委托加工物资啊 委托代销商品呢 都是你的存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说呢 这就是不看这些存货的存放地点在何处 关键是看你是否拥有它的所有权 拥有所有权的 我们不论是在图中还是在对方的库房 那都是你的存货 假如不拥有所有权 有的时候即便你还在你的库房里放着 恐怕它已经不是你的存货了 这是第二个角度 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 有一些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 都有什么特殊情况呢 你比如说第一个周转材料 通常来讲企业拥有的周转材料呢 可以说从其本质特征来看并不是为了出售 那么如果这样说周转材料 它就不符合存货定义 按理说它就不该做存货 但是我们有些企业 有些行业的企业啊 它有一些特殊的周转材料 你比如说建筑施工企业 它拥有一些这个建筑施工使用的 这个角手架呀 模板呢 钢模板呢 木模板呢 这样一些周转材料 这些周转材料 虽然不是用于出售 虽然周转使用 但是由于通常来讲 这些周转材料 它的单个的价值比较低 它的数量比较多 我们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 你也不该把它做固定资产的 如果你要把它做了固定资产的话 后续的和这个折旧问题啊 等等的核算 那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们说呢 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 或者说出于重要性的考虑 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周转材料呢 就直接给它化成了存货 这是特殊情况的考虑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可没说 所有企业的所有周转材料 都是存货 比如说民用航空企业的高价 周转价 虽然也是周转使用的 但它单位价值比较高 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存货 还是应该把它作为什么呢 固定资产 这个问题 我们到固定资产一章 还是要给大家再提示的 好 继续再看 生产成本 如果我在这里呢 直接问大家 我说啊 这个生产成本 是不是起的存货呢 相信呢 我们有的学员 恐怕马上还回答不上来 为什么呢 好像没有感觉到 这个存货里还有生产成本呢 因为我们一说存货 它就包括什么呢 什么原材料啊 包装物啊 这个产成品呢 半成品呢 再产品呢 哎 等等 我一说这些 你能理解 这都叫存货 没问题 但是我问你 这个生产成本是不是存货 你可能呢 不能马上回答 但是我们在稍作分析 你就能回答这问题 我来问大家 如果我们说一个企业 它有原材料账 那么这个原材料账 对应着什么库呢 它对应着原材料库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 那么它的产成品账 对应着什么库呢 对应着产成品库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 那我再问你 那你说企业的生产成本账 对应着企业的什么地方 如果是一家生产型企业的话 那么生产成本这个账户啊 它对应的具体的环节 应该是企业的生产车间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生产成本的借方 是用于生产的料工费 生产成本的贷方 是完工入库的产成品的成本 如果生产成本账户啊 除非它没有余额 若有余额的话 一定在哪边 哎 一定在借方 事实上我们发现 那么生产成本的借方金额 减去入库的金额之后 剩下这一块 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再产品呢 所以我们说生产成本账户的余额 它表示的是什么 是再产品 哎 这样你就明白了 如果问你再产品是不是存货呢 你应该说这个非常简单 它就是存货 如果是再产品是存货的话 那当然生产成本也是存货 不仅如此啊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制造费用本身 它也是存货 啊 因为制造费用最终是计入成本的 所以它也属于存货的一部分 好 我们继续再看 这个代制品和代修品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委托加工物资是委托方的存货 那么站在寿托方这边 如果对方把原材料委托 由寿托方来代制产品 或者是对方的来件 由寿托方代修理 当寿托方为委托方制造了产品 或者说修理了一些设备 或者说产品之后 这些代制品代修品 对于寿托方来讲 他也是要完工以后入库的 由于这些代制品呢 还有代修品 也已经有了寿托方的一些劳务啊 一些费用的投入 那么我们说寿托方该不该把这些代制品和代修品 作为寿托方的一项存货呢 答案是是的 应该 也就是说 虽然说这个代制品或者代修品的主要成分 都是委托方的委托加工物资 或者是对方的来料来件 那么主要成分都是对方的 但是一旦把它生产完工 这个代制品代修品 作为寿托方也要视同自己的产生品一样 要进行入库 听清了 视同产生品一样进行入库 只不过呢 你入库是这个成本 不应该是这受托 代制代修的产品的全部 而是只包括 你在对方来料或者来件的基础上 你继续追加投入的发生的这个成本和费用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是呢 我们说代制品代修品是视同自己的存货的 同理 受托代销商品 我们前面也讲了 委托方发出了代销商品之后 站在委托方来看 委托代销商品是委托方的存货 那么同样的代销商品要站在受托方来讲 既然是对方的存货 那受托方就不要做存货管理了 是不是这样呢 仍然不是 因为呢 我们发现 作为商业企业啊 通常有大量的受托代销商品 假如说 这些大量的受托代销商品 你却不做存货对它管理的话 可能就会使这样一大批的存货 疏于管理 出现一些漏洞和问题 为了强化对受托代销商品进行管理 我们的准子和制度呢 就要求受托方 把受托代销商品 也视同自己的存货一样入账 并且给个科目 就是受托代销商品 当然入账的时候啊 你会增加受托代销商品的同时 还增加一个负债 叫受托代销商品款 为什么要增加一个负债呢 因为有一个问题 说你现在为了出于加强管理的考虑啊 你把本来不是你的代销商品呢 你作为自有的存货来核算了 那么接下来 将来你对外披露自然负债表的时候 这个受托代销商品该不该填在你存货项目中去呢 按理说是你的存货就该填的 是的 于是呢 你就填 但是一旦你要把受托代销商品 填在你自然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上 显然你就把别人的资产当作 你的资产一样对外爆出了 那这样的话 你的资产就可能会虚增 为了不至于让你的资产虚增 还要加强对这个存货的管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会计核算时 把它作为存货 记在受托代销商品之下 等到填资产负债表的时候 你填上受托代销商品 在同时减去受托代销商品款 这样的话 就不至于让你企业爆出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信息 会发生虚增的问题 好 针对上述内容 我们来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题目是这样的 说下列项目不应包括在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中的有 A委托其他单位加工物资 委托其他单位加工物资 这是包括在资产负债表中 我们不选啊 因为选不包括的 B选项 接受来料加工的原材料 这个是对方的存货 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这不包括 为建造工程而准备的各种物资 工程物资不包括在存货项目中 这就给大家讲了 虽然他也是耗用的材料物料 但是他耗用的地方不一样 人家存货是耗用在生产活动中 他耗用在投资活动中 第选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 用于再建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 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是存货 我们就不选了 所以这道题呢 不包括在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中的只有B和C 两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来看存货的初始计量 前面给大家讲了存货的确认 也就是说是不是存货的问题 我们回答了 那接下来如果是存货的话 我们按多少钱来进行初始计量呢 这跟存货的取得成本有关 总的原则是这样的 企业在取得存货时 我们通常按照取得成本进行计量 简单的说就是花多少钱 寄多少钱 但是这个取得成本 它是包括三块内容的 第一块采购成本 第二块加工成本 第三块其他成本 什么是采购成本 采购成本是指从采购到入库前发生的 严格意义上讲就是站在你的库房门口往外看 为了采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我们按理说都该计入采购成本 但是有特殊情况 我们应该替出 比如说为采购而发生的拆旅费 业务招待费 你就不该计入采购成本 第二项加工成本 这个加工成本呢 往往它是在你取得的存货的采购成本的基础上 为了把它加工成产品而进一步发生的一些支出 那么其他成本呢 就是指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 这三个成本 由于企业存货的取得方式 或者说存货的来源渠道不同 我们具体算成本时也不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 如果是外购的存货 假如是外购的存货的话 它的成本呢 主要就是指采购成本了 当然采购成本是指企业啊 物资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 从时间来看 就是从采购到入库啊 从你对从对方买 一直到入库这段时间所发生的 我们都是采购成本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注意 这里虽然讲 采购成本是指为采购而发生的全部支出 但这个全部也是相对的 我们说了 如果你为采购而发生的拆旅费啊 业务招待费啊 你就不能往里寄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这个采购成本呢 表面上一看内容挺多 其实挺简单 就是三件事 第一是价款 第二是税金 第三是费用 也可以叫价税费 我先说这个价款 如果你是增值税一般那是人的话 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 通常来讲 这个价款是指不含增值税的那部分 金额是买价 因为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它应该单列 而不应该进入采购成本 这是价 税金呢 主要指的是价内税 比如说 这个消费税啊 资源税啊 进口货物的关税啊 以及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迹象税额 也放在这个税金里边 所以价款和税金 我们要注意它的区别 那么费用就比较多了 它包括什么呢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和其他 这个运输费里边 能够进入采购成本的 我们要扣除以运费而算的进项税 抵扣金额 要把这个金额要扣除的 运费指的是不含进项税的部分 我们才能记住采购成本 那么其他的费用里边 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这个包装费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以及呢 运输途中发生的仓储费 等等这样的一系列费用 我们都是考虑在采购成本中的 这是呢 如果是采购的话 要考虑这么几个方面 简单的说 价 税 和费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如果是通过 进一步加工而取得存货的成本 他就有采购成本 当然你进一步加工 你是指在采购来的 材料的基础进行加工的 那么就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以及未使存货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所发生的其他成本 当然具体来讲 这个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存货呢 包括委托外单位加工存货 和自行生产存货 两种情况 这里边 我们先说这个自行生产 如果是自行生产存货的话 我们一看生产成本账户 你就知道 首先是料 是材料 当然材料这部分呢 我们是通过采购成本来核算的 在材料的基础上 再加上人工 然后再加上呢 制造费用 简单的说就是料工费 对于制造费用 大家要注意一个特殊项目 你比如说 这个季节性 或者是固定资产正常修理停工的期间的发生的停工损失 啊 季节性停工 或者是固定资产修理停工的这个停工损失 注意 它是走制造费用的 但是呢 如果同样是停工损失 原因呢 不是正常修理 也不是季节性停工 而是这个自然灾害带来的停工 比如说一场台风 你的企业没法生产了 哎 这个呢 就走营业外支出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走制造费用的 说明是计入了加工成本了 你要走营业外支出的 这说明走到哪去了呢 走到了当期损益中去了 注意 虽然都是停工损失 这儿 我们说这儿有不同的两种情况 要注意这个区别 那么通过进一步加工取得的存货 除了有自己生产取得之外 还有委托外单位加工 这个委托加工业务啊 从我们考试层面来看 大家呢 只需要掌握也是必须要掌握的是谁呢 是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有关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一般的委托加工业务呢 比较简单 你把材料发出去的时候 借记委托加工物资 你支付加工费的时候 借记委托加工物资 你把它拉回来支付运费的时候 借记委托加工物资 最后全完成了你入库 借记库存商品或者是再产品 或者是半成品 但也记得是委托加工物资 总之 你是用委托加工物资 在这中 在这呢 中转一下 把它核算出来 啊 作为一个中间账户来处理 非常简单 但是啊 如果你 如果你委托对方加工的这个物资 它是应交消费税的消费品的话 这里边 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 就要有一个 有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你把这个委托加工的物资 拉回来之后 它的下文如何 什么叫下文如何呢 也就是说对方加工完之后 你拉回来 你干什么 分两种情况 如果 你是直接对外出售的 那么有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啊 那么就可以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直接对外出售的 而是继续用于生产应税消费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你将来生产那个应税消费品 它还是要交消费税的 你比如说 你把烟叶发给对方 对方给你加工成烟丝 当你把烟丝运回来的时候 有对方针对烟丝收了 或者叫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可是回过头来啊 可是回过头来啊 你又把对方给你加工成这个烟丝 生产成卷烟了 大家都知道卷烟卷的是烟丝 可是卷烟将来还要交消费税的 那么就出现什么问题呢 烟丝已交了一遍消费税 你再对卷烟争一遍消费税 卷烟里卷的烟丝不就重复了吗 那怎么办呢 为了让你不至于少交税 但又不能重复征税 那么你像烟丝这种情况 有对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呢 你就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等将来你对卷烟征税时 你再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借贷相抵之后的差额你再去交 这样的话呢 就不至于重复征税 所以如果你生产的这个应税消费品呢 继续用于生产应税消费品 那么由于将来还有消费税 所以这次由对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你就记在借方 将来可以抵扣的 但是如果你由对方加工成的这个委托消费物资 虽然是应税消费品 可是回来之后直接出售了 那么既然直接出售了 将来也不会再交消费税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有受托房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呢 我们就直接记入成本 区别就在这里 但是注意 这里边对这个直接出售是有界定的 什么是直接出售呢 可不是说你把它卖了就叫直接出售 而是你在出售的时候 你这个出售价款 必须不能高于受托方的组成继税价格 言外之意就是说 只要你出售时的价款低于或等于受托方的组成继税价格的话 这将来就不用征税 但一旦你高过它 你高出这块还是要交税的 那怎么办呢 那么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就也要放在借方 准备将来与你抵消 于是呢 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直接出售 它的前提条件是专指出售时候的价款 低于或等于或者叫不高于受托方的组成继税价格 当然呢 我说了这么多 有人会觉得 说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哪些商品征消费税呢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呢 当然通常来讲考试时 这一定是已知的 即便考试时不告诉你 它是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 相信通常来讲 大家都考会计师了 这也是一些常识 你也是应该知道的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有哪些呢 在我国是这样的 我们目前征消费税的商品呢 它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 又选择了一部分商品来征消费税的 这些商品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包括了烟酒化妆品 贵重手势 珠宝玉石 小汽车 摩托车 汽车灵台 鞭炮烟火 汽油 柴油 一次性筷子 木质地板 高尔夫球 还有高档手表和游艇 通常来讲有14个 你说老师你设得太快了 其实快慢无所谓 都是常见的 基本上你一看着提就知道 这是征消费税的 并且在其中通常来讲 既然征消费税 应该税率 消费税的税率都是已知的 大家认真看题就没有问题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另外一种存货呢 是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 其成本是按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 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 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来确定 这里面说的非常明确 也就是说 如果是对方来料或者来件 你进行了修理和制造 你的代制品代修品入库之后 虽然不是你的存货 我们是同存货 虽然是同存货 但毕竟不是你的存货 那怎么办 我们入库是那成本 不能包括对方的材料价格 只能是你投入的人工和费用 举例子 比如说对方来的存货 它是100万 你的人工10万 费用20万 总的是130万 但你入库的成本存货 只有30万 不能包括对方的100万 我们继续看 那么如果是投资者投入的存货呢 那就应该按照投资合同 或者协议约定的价值来确定 但合同或者协议约定的价值 不公寓的除外 简单的说是接受投资存货 以约定优先 但是约定不能违背公寓 这种原则 我们在存货是这样的 后续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原则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接受投资的这种资产 首先按照协议来看 但是必须公寓 如协议不公寓 怎么办 我们只能选择公寓 好继续看 针对上述内容 我们来看一道多项选择题 说下列各项费用中 应计入存货采购成本的有 看清楚 这说的是采购成本 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这是有区别的 没说计入成本 采购成本 第一 A选项 在采购材料过程中发生的 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 能抵扣的进项税额 是不计入成本的 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 是计入采购成本的 B选项 在材料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 我们继续再看 C选项 材料入库后发生的挑选整理费 大家注意了 挑选整理费 如果是入库前的 那属于采购成本 入库以后的 这属于当期的管理费用 不该计 采购成本 第一选项 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 这里面涉及两个仓储费 一个是采购过程中的 一个是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 那么我们来具体来分析一下 其实作为仓储费啊 在我们存货这一章 有三个 这只是说两个 哪三个呢 第一个仓储费 是采购途中发生的仓储费 第二个仓储费啊 是入库之后的仓储费 当然第三个仓储费 那是卫士生产 从一个阶段 达到另一个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 怎么理解这三个仓储费呢 我先说第一个 什么是采购过程中 运输途中的仓储费 应该说这不难理解 你比如说在这个时节 我们北京的一家公司 比如说啊 到湖南去买了一批商品 这批商品呢 是直接用卡车 用着大拖挂 往北方运输 假如说这车一启程 从湖南往北走 刚走到河南 这个季节啊 赶上了一场大雪 大雪风路 走不了了 说刚到河南下大雪了 那怎么办呢 人家说下雪了 你先别走了 等化了雪接着走吧 有常识的人 大家都知道 说其实下雪呀 不能走 可能是因为路的原因 其实如果是等雪化了呢 恐怕更不能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啊 那叫下雪不冷 化雪寒 哎 等到你那雪一化的时候啊 天气太冷 并且这里我得说一句 说假设这些商品呢 怕怕冰 怕冰冻 寒冷对他呢 有影响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于是呢 这些从湖南买来的商品 刚运到河南 就不能再往北走了 因为越往北走越冷 怎么办 于是就在当地临时找了一家大库房 跟对方签了个协议 说我租你这个库房 做临时把我这些货物存储在这里 假如说一租租了五个月 意思是说呢 等到明年春天春暖花开之后 我再接着帮回运 那么这五个月 比如说一个月呢 就给对方一千块钱的这个仓储费用 那么五个月一共是五千元 这五千元就是运输途中发生的仓储费 按理说我们是理所当然的 要记入存货的采购成本 作为存货入库后的仓储费啊 这个非常好理解 因为你企业把存货放在库房中 你总是有专人来管理 有一些存储费用的发生 这些仓储费用 我们是对存货进行后续管理发生的 属于当期损益的内容 记入管理费用 这不再多说 那么什么是卫士生产 从一个阶段达到另一个阶段 所备须的仓储费呢 比如说 我来给大家举例子 说这种情况啊 在有一些造酒行业中 这个啊 是比较好理解的 你比如说啊 据说啊 这个用十公升的 葡萄酒 提存两次 每次提存呢 是24小时 这两次下来48小时啊 十公升的葡萄酒啊 就可以提存出 一公升的白兰地 然后呢 把白兰地放在橡木做的桶中 一定是橡木啊 进行陈化 陈化时间越长 这个酒的品质越好 把白兰地放在橡木桶中 陈化两年半的 这叫VS 陈化四年半的 那叫VSOP 陈化六年以上的 那叫什么呢 那叫XO 相信大家都知道 说这XO啊 别管哪个品牌 一般来讲价位较高 那么价位较高 当然说 它的生产成本 存储成本 相对来讲 也比较高 你想 把这个葡萄酒 提存成白兰地 一放放六年以上 这个六年 这段时间 我们势必要发生 很多仓储费用 它就会使成本增加 并且这个存储的过程 使产品从一个品质 上升到另外一个品质 是质变的过程 是生产 所必须的截断 那么这个期间 发生的这个仓储费呢 我们应该记住 加工成本 或者说是生产成本 所以说 它是寄成本的 但是在这是不能选的 有人说不对呀 寄成本 为什么不选呢 因为这道题 问的是 寄采购成本 你这个仓储费 虽然寄成本 但 它寄的是 加工成本 或者是生产成本 它不是采购成本 所以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 只有A和B选项 是正确的 我们继续来看 下列各项中 应记住 存货成本 都有 但这样说的话 那就包括了 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等等 都在里面 第一 采购人员的拆礼费 拆礼费 虽然是入库前的 但它不属于存货成本 这要注意 车间设备 日常修理费 我们会在后续的固定资产内容中 给大家介绍 因为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这个修理费用属于费用化支出 车间设备的固定资产的日常维修费用 在过去 在06年以前 我国实行准则之前 曾经一度走的是制造费用 但是06年我们实行了准则之后 这个地方 由制造费用变成了管理费用 注意 它要是制造费用的话 它就记入了成本 但它要是管理费用的话 它是寄当期损益的 不计成本 我们现在准则规定 它是寄管理费用的 C选项 企业生产部门发生的 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 注意 停工损失 论原因只有三种 第一个是季节性停工 这个属于制造费用 第二是修理期间停工 损失是制造费用 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 是自然灾害带来的 这个自然灾害带来的 比如说 这个台风啊 冰雹啊 霜冻啊 等等这样一些原因 带来的停工损失 那属于非正常的 我们走的是营业外支出 注意这有三个停工损失 我们用的科目是不同的 但是呢 这个选项 它是寄入制造费用的 寄入制造费用 它就属于存货的成本 并且是存货成本中的加工成本 我们继续看 有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收回后 直接用于对外销售 并且加个括号 售价不高于 不高于就是低于等于 受托方寄税价格的商品负担的税费 这个将来是没有继续交税的 所以说我们 有受托方代收代缴的 那个消费税 是可以计入成本的 这样的话呢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 只有C选项和D选项